如果在月球上发现了恐龙化石 请不要惊讶 作为地球上的一代霸主 恐龙在地球称霸了长达一亿多年的时间 在漫长的岁月中 恐龙在地球的地层中留下了大量的化石 以至于现在 我们对某某地发现恐龙化石这种事情 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如果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不是地球上 而是月球上呢 对于这个问题 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是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 其实恐龙化石是有可能出现在月球上的 如果有一天 宇航员在月球上发现了恐龙化石 请不要惊讶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下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块被命名为陶代尼002的陨石 它被发现于非洲西部的一个沙漠盐矿附近 发现的时间是2001年初 这块陨石重达14.5公斤 最宽处约为25厘米 分析结果表明 淘代尼002属于挥波无球力陨石 其内部的矿物成分 以及同位素组成 与已知的火星矿物完美匹配 也就是说 这块陨石其实是来自于火星 实际上 它就是迄今为止 已知确认的地球上最大的 最完整的未经切割的火星陨石 陶代尼002并不是地球上 唯一一块来自火星的陨石 统计数据显示 人们已经发现了大约300块 已经被确认的火星陨石 其总质量约为227公斤 这里面需要注意 有些火星陨石已经被切割 如果按切割之前的数据来统计的话 那么地球上现有的火星陨石数量 就只有100至150块的样子 这些火星陨石的来历 其实是很好解释的 简单来讲就是 在过去的日子里 火星会时不时地遭到一些小天体 如小行星、彗星的撞击 当撞击发生时 只要小天体的质量较大 速度够快 火星表面的岩石 就可能被撞成碎块 如果撞击角度合适的话 一部分碎块就会获得 足以摆脱火星引力的动能 从而进入到太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这些碎块就会在太空中四处游荡 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它们中的一部分会被地球的引力捕获 并向地球表面坠落 在此过程中 那些质量较小 结构松散的碎块 会在地球大气层中燃烧殆尽 而那些质量较大 结构致密的碎块 则会抵达地球表面 它们的残骸就是所谓的火星陨石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 既然小天体可以将火星上的岩石撞碎 并让一部分火星岩石碎块飞入太空 那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地球上 地球上的一部分岩石碎块也会飞入太空 在随后的四处游荡的过程中 它们中的一部分也可能掉在其他的星球上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地球的质量比火星大得多 因此地球表面的逃逸速度比火星更高 火星表面的逃逸速度约为5.02公里每秒 地球约为11.2公里每秒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地球有一个比火星稠密得多的大气层 岩石碎块 想要飞离地球就比火星困难得多 这就意味着 只有规模巨大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才有可能将地球上的岩石碎块撞出地球 那么这样的事件在地球上发生过吗 答案是肯定的 大约6500万年前 一颗直径约为10公里 质量为2万亿吨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并在现在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区域 留下了一个深约25公里 直径约为180公里的巨大云石坑 这也被称为西克苏鲁伯云石坑 科学界普遍认为 正是这颗小行星的撞击 所引发的一系列灾难 导致了在地球上 盛极一时的恐龙从此灭绝 根据科学家的估算 这颗小行星的撞击速度 约为每秒20公里 撞击角度为40至60度 当它撞击地球时 释放出了大约3.4乘以10的23次密焦耳的能量 其威力大概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50亿倍 我们不难想象 以这颗小行星的撞击威力 以及撞击角度来看 它完全可以将大量的碎石块撞出地球 而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 月球本身的质量也足够大 所以月球很可能捕获到此次撞击事件中 产生的一部分地球岩石碎块 要知道在6500万年前 恐龙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 那时的地球地层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恐龙化石 所以我们并不能排除 在那些掉在月球上的碎块之中 存在恐龙化石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来讲 因为月球可以认为是没有大气层的 并且其核心早已冷却 所以这些碎块大多数可以较为完好的 在月球表面长期保存 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发现 综上所述 恐龙化石确实是有可能出现在月球上的 如果有一天宇航员在月球上发现了恐龙化石 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的推测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因为在人类从月球上带回的样本中 就出现了本该属于地球的物质 编号为14321的月球样本 其质量约为2克 由阿波罗14号于197年带回地球 分析结果表明 这个样本主要由高石、英石、长石构成 而这些物质都只能形成于地球表面以下 大约20公里的氧化环境中 也就是说 在太阳系中 除了地球之外 没有第二颗星球 拥有这样的物质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